在阿富汗苦心经营20年后 美国仓皇撤军 塔利班闪电夺权 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帝国坟场摆上了美利坚的牌位 美国在阿富汗的民主实验为什么失败了 美式民主输出为什么少有成功案例 西方文明是普世性文明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田飞龙近日接受中心社专访 深入探讨阿富汗个案 在人类政治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式意义 田飞龙表示 美国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全球帝国 撤出阿富汗不代表放弃霸权 而是想借用其所扶植的傀儡政府 及其训练控制的政府军作为代理工具 低成本的执行符合美国利益的阿富汗统治 这20年里面 阿富汗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 阿富汗人民的选票 并没有带来一个真正民主的 有代表性的负责任的政府 美国占领军也没有真正在阿富汗人民心目当中 被接受撤军之后 他所扶植的民选政府 还有政府军的迅速崩溃 塔利班闪电夺权 这确实证明了 美国民主不仅在阿富汗水土不服 美国民主还在阿富汗带来了政治秩序的灾难 制造了大量的难民 并且为地缘政治秩序 地区的和平安全造成了巨大的隐患 田飞龙指出 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民主实验 展现了美帝国始乱中气势的民主输出 也证明了这是以美国为基础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决定性大溃败 民主乌托邦就是福党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论的基本方案 福山他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 他从冷战的历史以及结局上面看到的 好像是美国战胜的苏联 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 战胜的社会主义的所谓的专制集权 这样的话他就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美国给人们展现出来的文明以及制度的体系 就是全世界各国所要模仿的对象 但实际上在非西方的范畴里面 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复制西方民主美国民主成功的个案 寥寥无几几乎没有 阿富汗这个个案是最新的一个 所以他张然证明了 西方民主并不具有真正的普世性 为何美式民主输出少有成功案例 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却认为自己是普世价值 田飞龙表示有具体历史与观念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从公元1500年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00年 那么西方由于它这个技术制度 以及生产力的极大的爆发 它主导了全球秩序 它在强权的这个体验跟印象当中 把自己这个文明把它膨胀为 把它这个建构成一个普世的文明 而对自己文明自身的这个限度 那么应该与其他文明建立什么样的平等互动的关系 文明之间什么相互借鉴 反而被排到一边去了 所以它造成了一个西方这个文明的中心论优越论 造成了一种所谓东方主义的这个歧视性的意识形态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由于这个发展程度 拉的这个特别大 于是这些非西方的国家 比如阿富汗的一些这个世俗化的精英知识分子 心部当中的也产生一种对美国的膜拜 田飞龙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从以往阿富汗作为帝国坟场 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和美式霸权主义在这个地方的失败当中期许教训 最关键的就是要真正回到一个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之上 尊重阿富汗自主的民族和解及人民主权 阿富汗个案我觉得在人类政治历史进程当中 它会是一个个案 它确实是要提醒人们文明必须是多样化的 文明之间它不只有冲突的关系 不只有竞争的关系 还有文明互建 文明平等的这个交流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应该回到一个文明多样化 以及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这个正当权利 不干涉内政 还有共同磨求这个和平发展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样一个正道上面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由美国民主强制输出 那么所带来的这些政治悲剧 那么这个人民的悲剧 难民的这个悲剧才不会重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